一到一十年全國運動會如火如荼進行當中 其中空手道男子組第一兩級 場上有一位選手特別引人注目 今年剛從台體大畢業的黃俊賢 代表南投縣披上戰袍 一度挺進金牌戰 各頭相比對手不算高挑 今晚一賽賽就陷入落後烈勢 不顧靠著出色的爆發力和明仁結信 回魂過後連續急迫攻勢 重重擊在對方要害 最後一四比二逆轉對手 連續兩年在全運會摘下金牌 黃俊賢從國中開始接觸空手道 表現有聲有色 今年更在全運會成功衛免 下一步的目標方便國際賽 希望以國手姿態成為台灣空手道的明日之星 他是世界盃跟亞洲盃的國手 然後在今年的十一月 他會去杜拜比世界盃 然後之後直接選接之後的哈薩克的亞洲盃 然後他也是備戰明年的亞運這樣子 為了挑戰一連串國際賽事 黃俊賢也將出賽十一月的全大運 馬不停蹄積極備戰 預祝他能夠一路過關斬將 為台灣協下兩眼夾擊 馬途新聞 蔡英文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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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